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殉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殉法相心》的 今天的主题是 三生无碍 本集圆龙 第1513集 我是为智 经文 蓝善男子 我识成佛以来 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 哪有他解 佛陀对着迷的菩萨 跟现场所有的菩萨讲 他称大家为善男子 善男子就是有心修学佛法的人 都称为善男子 实实在在地讲 我成佛以来 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无量无边 非常长时间的时间 我就已经成佛了 这个无量无边就是无量无边 上日间主要就会开始这个部分 什么叫无量 那还有百千万亿 这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有他解是无量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从这个成典节以前 无量节以前 就已经成佛了 这也算不出来有多久了 跟大家实实在在地讲出 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今天来看 上人对于无量的开示 古往今来无生灭 卖始终而无限量 至本而积无量即量 至积而本量即无量 三生无碍本积原龙 受量非一亦非亦 比量非有亦非无 成典 欲其无始终 今天要讲无量 无量这个是一个相对论的概念 比较不容易懂 如果你看这个 可是这很重要 那如果你用心听 其实也可以理解了 也有出现无量即量 量即无量 还有 非一亦非无 非有亦非无 非一亦非亦 非有亦非无 看起来有点深 但是其实用心听 是可以听懂的 来看 直接来看我画的图 因为我就 上人今天有举了三个辟语 那待会看那三个辟语的图 那我今天一边听 就一边也画这个 就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图 就是两个箭头 因为自本而积 从本到积就画个箭头 自积而本 你就画回去 对不对 那从古到今 从今到古 对不对 这是一个时间走 这样 那我今天听出来 最大的一个概念 就先讲 上人在讲时间的相对论 各位知道爱因斯坦有相对论 相对论不容易理解 可是它很重要 因为的确 时间很多都是相对的 那时间的相对论 我先用我的体会去讲 我们先看这条时间轴 时间轴 你从中间的和切一点 当作开始 再往左 往以前延伸好了 往左 用这个图 往以前延伸 对不对 它也是无量 好 在任何切一点 再往右 延伸 它也是无量 所以 你任何切一点 我们说抽刀断水 水更流 它其实这个水流 时间流 这样一个流 你从任何一点切下去 它就是一个无量 两边都是无量 你从左边切一点 它一拉 也是无量 从右边切一点 也是无量 这很有趣的 那我讲一下金刚经这句话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前我读这句话 当然这句话很多人都很喜欢 可是懂多少 体会多少 前我讲 不可得 对啊 不要执着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活在当下 前大概只会体会到 不要执着 活在当下 这样的一个 这个字眼 那也另外有些小小体会 可我今天发现 这三句就在讲 时间的相对论 过去心不可得 对不对 你不要执着在过去 现在心不可得 也不要执着在现在 未来心不可得 也不要执着在未来 等等 它其实 原来这三句 就在讲 你看三四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都是相对的 这样一个概念 跟今天讲的这个很像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我们从头讲 古往今来 无生灭 迈死忠而无限量 对不对 刚才这样一听就懂了 因为 其实佛陀的这个法性 也是无生无灭 不生不灭 本来就有了 对不对 所以本来就有 哪有什么生命 对不对 那这个无量 刚才讲的无量 你怎么切都是无量 是不是这样 那么来看那个 那个双箭头 这个 从本而机 我们如果从 成点节这个本 假设本存在成点节 其实它不只在那边 就是说 它这也是一个概念而已 从本而机 你算 它是无量 那无量可不可以称为一个量 因为无量 它只是一个代名词 就把它称为一个量的代名词 叫无量 那从自机而本 我们往回看回去 假设现在 2500多年前 实现的是机 再回溯到 这个本 就成点节以前 叫本 那都是一个点 其实它不只那个点 我刚才不是说 你怎么切 就是先切一段 往左这样 往前切 哇 好像有个量 对呀 从这个2500多年前 到成点节 你可以切个量 可这量多大了 算不出来 是无量 所以量级无量 所以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 这个时间轴 你怎么切 你切任何一点 往前推 都是无量 那切任何一点 再往往后推 也是无量 这样就是无限量 有没有 所以出现一个 卖始终而无限量的概念 因为它也无始无终 它也是无限量 三生无爱 本息元龙 三生就是法生 暴生 硬化生 这个之前讲过 对不对 那这个是视线一个像 给大家看 那受量呢 其实也是视线一个像 给大家看 或是说 一个让大家能够理解的词 就是 如来受量 受量它是无限量 所以它是非一亦非亦 就看你的体会 上人今天讲 这都是看你的认知 跟你的体会 你说它是亦 你说 如果你是狭隘的凡夫 看到佛陀成佛 那一年 那一世 视线 受量80岁 对不对 那是你的认知 可如果我们理解了佛法 哇 你就知道 它受量是 这个无限的 所以受量非一亦非亦 就是 你也许 这个 不同人看会不同 可是其实它 本来就只有一个 这样 那比量非有亦非亦 对不对 你这个 你要 说它这个量 那这个量哪里来 它本来就存在啊 是你创造出来的吗 也不是 对不对 它本来 就是我们这个真如本性 对不对 这个最后的决性 这个真理 这个 清净的法身等等 非有亦非无啊 不是你创造出来 它本来就存在 这样 很有趣啊 成典预期 无始终啊 所以成典节 它也是一个 辟语啦 往成典节 成典节 之前 也还有个 可能 很 长 无量的一段时间 等等 它一直都存在 你找不到开始 也找不到 所以从无始以来 这样 找不到开始 也找不到终点 所以无限量 无始终 非有亦非无 就构成了这个整个 在时间概念上 很重要的 几个元素 那这个是 时间的相对论 那法性呢 法性生 它就是无生灭了 所以 那你要怎么去形容它 只能说 用无量 去形容它 这样 所以我们看上来的开示里面说 道理 回归于真理 真理叫做决性 真理叫做真如本性 真理叫做法性 这叫做真谛 始终都存在 所以始终都存在 才叫做什么 非有亦非无 这样 这是 上来有开示这个 决性 真如本性 法性 就是这个法生 法性生这个 那最后 结语的时候 上来提到说 这个长的时间 我们要做什么 你看这个时间这么长 从成典节以来 这样无量的时间 这样 那我们要深深深深地修行 那这个时间总是苦难偏多 众生 我们需要发什么 菩萨心去修行 在很多众生之间 也还有很多苦难的众生 我们要开始发起什么 悲悯心 这种悲悯心 让我们会入人去 去度众生 这样 那我们要学习这些 菩萨的人品典范 我们要去付出 做这些善有为法 把握时间做就对了 等等 就这样 这个 上来最后结语的时候 你不管多长的这个时间 最后都不离什么 不离这个菩萨道 这样就对了 这是今天我的体会 用一张图 给大家看 那另外 待会上来的批语 我有做几张图 今日的文法心得 时间就是这样循环轮替 现在称为现在 未来的未来 称我们的现在叫什么 勾炸 对不对 所以都是一个相对的 你是现在还是勾炸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心也不可得 等等 大家慢慢会有更多的体会 我把它称为 时间的相对论 其实通的时是即时 没有分别 你是白天 我是晚上 没有分别 一直即通 上来有举这个 打国际电话做的例子 这样 你现在打过去 假设我们现在白天 打到美国 还是晚上啊 或美国晚上打过 还是我们白天 他通 两边在通话 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 他还是一个相对的 对不对 他通 我们即时都在通话 对不对 你感受到我在跟你通话 你感受到我在跟你通话 可以一边是 认知是白天 你白天跟我讲话 一边认知是 这个你晚上跟我讲话 等等 好 那另外 上来在讲这个 国际电话碗 例子他接着讲 只要你认识他 只要你与他 很密切的关系 你就有办法与他相通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其实这句话 蛮有残疾的 我们待会再深入讲 就是说 这个 纯粹就是 你的认知 你的一念间 这样 总是我们要很用心 好好跟大家结缘 就是 这就是修菩萨道 所以未成佛前 先结好人缘 上人这个 开示都是 教菩萨法 心心念念 都是教菩萨法 今天虽然讲这个 如来受量 这个无量 这个 从无量开始讲 可是 无量的背后 也是回归到 你要怎么样 利用这无量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来修菩萨法 好 来看上人的开示 用心体会 古往今来 无生命 迈死终 而无限量 表达出了 古往 过去的过去 都已经成为 勾炸勾炸 古早古早的事情 那这个 刚刚讲过了 这古早都是 相对 时间就是这样循环 我们现在是 现在 可是如果就 未来未来 以后的人 来称我们 现在是什么 勾炸 我们也变成 勾炸了 所以很有趣 所以它是一个 相对论 那时间就是 不断的 讲过去 过去 不断的累积 所以时间 它是会 不断累积的 它不断 在 行进 你也没有办法 去改变它 很有趣 这样的 都变成 过去 过去 就变成 勾炸 勾炸了 是不是这样 一直过 这样 另外 上人就 举第一个 批语 这个做例子 它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一棵树 一棵树 从 一棵种子 长大 长大 变成一棵树 甚至变成一片树林 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记录下来 上人说 你看 我说我用白色的 拉了一张图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可是好 那来问 请问 这棵种子 哪里来 这棵种子 就是它 它从它妈妈 这个母亲的树 就是 这个母猪 这个 这棵树 这棵树 可是你继续再追问 这棵树的种子 哪里来 一直追问 它肯定有 可是你一直问 它最源头哪里来 你就算不出来 就无量 对不对 对啊 它肯定是从一棵种子来 可那棵种子又从哪里来 一直追下去 就是无量 这样 你也讲不出来 这个 很难形容 可是如果你要记录 记录这棵树的成长 甚至到记录 这篇小森存在 都还可以记录 对不对 那你看得到这个 可是你往前看 你就看 看到实在 那个量太大了 就无量 这样 这个批语 很简单 那其实也很重要 这样 好 那另外 这个 上来就继续讲 我就跳 跳着 讲重点 这个 弥特菩萨 这个 藤尼发问的时候 那这个 佛陀他就 跟大家讲 现在已经开始讲 讲清楚 说明白 对不对 那今天上人在描述 这个 弥特菩萨的心境的时候 这段话 我觉得 我觉得描述得非常好 所以我把它摘录下来 这个弥特菩萨 跟大家表达 我绝对相信 我们过去就已经相信 只是无法 很体会 这个佛陀的人格 佛所讲的法 我们不敢怀疑 但是这些法 是我们自己无法体会到的 但是相信 绝对相信 请佛再来叙说 这些因缘 让大家相信 让大家 再让大家能够体会 只要有信 他慢慢去体会 所以我们大家愿意相信 愿意自己来体会 这是 上人开始吧 弥特菩萨代表 所有菩萨的心声 讲出来 其实这段话蛮重要的 我们如果有信 大家慢慢的体会 就像我们相信 上人开始 你看我们天天 寻法相 慢慢体会 我们有相信 慢慢体会 就会越来越体会越多 对这个法的理解 就会越来越了解 这样 那所以 佛陀为什么 四次 告诫 叫大家 这个一定要 地听 地听 这样 表示 你要对这个法重视 你要愿意追求这个法 这样 那佛陀开显的本门 我们才能够 进去 因为这个进去 要神会 要体会 对不对 上人之前有讲 所以 一再叮咛 大家要用 审慎的心 用心 虔诚的心 很注意的 很专注的 来信受 佛陀的真实欲 是不是这样 先了解什么叫 古往 什么叫生灭 什么叫量 所以上人今天的 手杂是不是就在讲这个 刚才讲过了 对不对 那这个 理解了 到时候 我们没有怀疑 就这样才能够 契入本门 因为时间空间 就是这样 那空间来讲 就是沉住坏空 会不断的循环 对不对 虽然它循环的时间 非常长 这个 可能好几节 这样 等等 那这都是佛陀的智慧 是不是 那以前 他就一直在说的这个法 那我们有没有体会呢 就看我们自己了 那上栏 又再举 第二个例子 刚才举那个 树 种子到树 那 回溯的例子 那现在再举 另外一个例子 就打国际电话的例子 就在一个地球 我们现在 对不对 一个天下 时间 有时候同一个时间来讲 我们台湾如果现在是白天 美国是晚上 刚才讲过了 这样 那如果去打电话 你通 你打电话就 立刻就通话了 对不对 通的时候是什么 即时 这我刚才讲 对不对 没有分 你是白天 我是晚上 我们现在 拨个电话就通了 是不是 像说受量也是这样 受量也是时间 生命多长 寿命多长 对不对 就是它的时间 有几年 这个年 也是这样 分秒开始的 再累积起来的 等等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这样 所以 受量 非一 亦非亦 这时间 大家的 如果要说时间 是大家的 那其实真如真理 也是大家的 上来用这个 去对应 去批语 若是 只是我自己体会到 就是我自己的 你就不能体会 所以每个人体会到 佛陀的受量 是无限 法也是这样 其实 如果大家都 最后都成佛的时候 体会的都跟佛的一模一样 那我们现在可能只是到 心发意菩萨 等等 你体会的就是 心发意菩萨 等等 像今天有提到 你要 最后有提到 你要到妙觉 妙觉的时候 就是真正的 跟佛一样 体悟就一模一样 那现在过程 你是凡夫呢 烦恼还很多呢 还是你已经到菩萨了 到 心发意菩萨 或是到 这个 不退转菩萨 等等 总而言之 这都是众生分别下 就会产生很多 不同不同的体会 要不然其实是什么 是等量的 因为就只有一个一嘛 就只有一个真理在那边 这样 所以你看这张图 我就自己做一张图 看 这个 比如说这个小孩 打电话给妈妈好了 他那边是白天 妈妈那边可能是晚上 所以每个人体会的 不一样 这样很简单的例子 来开示给我们听 这个很有趣 所以笔量非有亦非无 要去笔 笔这个东西的长短 其实长短都只是一个形象 对不对 那这个 有些东西 你是无法去笔量的 这样 那如果回归到它的真实 其实有时候真实的源头 它就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那你要怎么比 那这个 那像时间或空隙 它无法比量 对不对 那但是它有没有存在 它是有存在的 这样 那这个 乘点预期无始终 乘点节它也是一个批语 我刚才讲 那个时间轴 你切另外一个点 再往前又是乘点节 对不对 切另外一个点往后 它等到以后来看现在又是一个乘点节 这样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如果清楚了 透彻了 我们听法就比较容易通 那上文最后 又拉回去 这个打电话的例子 很有趣 他说 只要那个人你认识了 你要与他说话就不困难 就是手机拿起来 手指头 指一指 就通了 有没有 画个图 后来又加个箭头 这样 我在那里表 只要你认识他 只要你与他很密切的关系 你就有办法与他相通 这么简单的道理 好 那上文在开示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这很有残疾 我就想到说 如果你看我们认识上人 你要跟他讲电话 没问题 或听懂他的法也没问题 那这里是在讲什么 讲佛 我们学佛学佛就要成佛 如果你体会这个佛法 我刚才讲 如果你认识佛 如果你心气到佛心 那你要跟他通话 跟他相通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只是我们现在都是皆有差别 对不对 昨天有讲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如果你认识佛 你佛跟佛心是相气的 相贴的 跟上来的心是这样 就通了 这个譬语我很喜欢 这里面有很大的残疾 在里面 那大家用心去体会 所以后来决定还是插一张图 给大家体会 好 来看 昨天的文 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 皆为金释迦摩尼佛出世事宫 去前程不远做一道场 得阿诺多罗甚不利 来看今天的文 蓝善蓝子 我识成佛以来 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 那由他解 来看这段解释 此叙述 成道以来之久 出世事宫做菩提场 为佛硬化身之机 由机朔本 故此结束 报身成佛之久 所以这里如果从这个 释迦摩尼佛 他这个西大多太子 出世事宫开始做菩提场 这些都是什么 硬化身 这是机门 对不对 那从这个机门 这个推缩到本门 当然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 他成佛已经很久很久 蓝善蓝子 我识成佛以来 那佛陀他很殷切地 呼唤这个文法者 称他为善蓝子 你要好好审慎 这个文师信寿佛语 所以才用善蓝子开头 请大家好好用心听 去思考 去信寿佛陀 接下来所要说的话 佛事 佛陀讲什么呢 我识成佛以来 这个法性生 无成无不成 原来本句 成佛以来 这个无量百千万一 那要他解 这是什么 成佛就得到这个法生 就是法性生 法性生 他是无成无不成 是原来本句的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 无生无灭 这些 非有义非无 这些等等 出来 若由因行修正圆满 则其报生之福德智慧 各有其圆满之相 顾名之曰成佛 所以刚才讲到成佛是报生 得到了一个法性生 那法生是清静 我之前有讲过 法生的关键字是清静 报生的清静是圆满 那这个硬化生的关键字是无量百千万亿 这样 所以 这个 你因行修正圆满 因行果满 这个上人之前 前几个月讲很多 对不对 修六度万行 因行果满就成佛 成佛是报生 对不对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法性生 是清静的 是一个无形的 很有趣 你得到这个报生 就会现有圆满之相 会有福德智慧圆满之相 那这个上人这边又提到是无量一经 你看就是 你要因行圆满 就是要向无量一经提到的 这个种子要不断的培植啊 不断的培养啊 一生无量 无量从一生 无量哪里来 无量就从一颗种子开始 所以就是我们的一念 一个善念 所有的这个念啊 你要能够成佛也是你的一念 一念心啊 这样 不断不断的累积 一直到这个因缘果满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不断的去培植他 无量节以来都是这样做 生生世世都在菩萨道上 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 不断的入人群 不断的行菩萨道 一直到这个因缘果满 这样抱生福德智慧就出来了 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啊 你可以 你要跟他结好缘 像说你如果跟他无缘 说一大堆话 他都不理你 对不对 若是有缘半句话 他就很瘦了 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体会 他最近感受又更深 因为有时候常常在上课啊 然后上课有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 有些人他就体会很深 他就采纳了 有时候 你看我们发布在网路上 有些人你跟他没缘 他连看都不看 是不是这样 这体会蛮深的啊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要很用心啊 还要跟大家结好缘 行菩萨道就是这样 这样来的就对了 结善缘 然后说话 人能能够接受 所以如果人家不接受 我们要反省啊 要忏悔 赶快好好发心 要跟他结好缘 度众生就是要聚足因缘 才有办法成佛 你要累 你要度到足够的众生 对不对 你的佛国才有这些大菩萨啊 这些 那他们将来也会成佛 这样就对了 要不断的累积这些福源 又报身佛之所以成 由能正于法身 菩萨义能正法身之少分 得成报身 但欠圆满而 佛的报身是圆满的 那菩萨也有报身 菩萨不断不断修行 我上次有举例说 法身就是道理嘛 真理 那这个报身就是你考试的结果 对啊 那菩萨他看你是行法义菩萨 还是已经不退转菩萨 还是法恩帝菩萨 等觉菩萨等等 你考试 就会越来越高分 好像或是一直进阶 可是还没有到圆满 你要到庙觉才会圆满 所以 那上来又举一个例子 就举我们这个高雄的龙董 回来跟花莲的企业家 分享 一起分享一起探讨 老气 老气 求进步 就是大家彼此一起分享 就是啊 我以前怎么样 这个如何不好 糟糕 或是怎么样 不懂法 可是后来文法以后 有了这个法以后 改变我 改变我的家庭 让我家庭和谐平安 让我事业稳定 等等 让我广阶善言 这些都是法 这些 上次就举这样的例子 所以能够得到这些法 就像刚才讲 这就是菩萨 得到这个法 你就有个报 报身了 那也许还不够圆满 还有很多要改进的 但是 已经 开始在修了 这都是非常棒的 这样就 开始改变自己 利益他人 这就是菩萨 真是菩萨 若至于妙诀 使法性显现 究竟圆满 则为法身佛成 若其音行修正功德 究竟圆满 则为报身佛成 所以 你修到妙诀的时候 整个法性完全 显现又圆满 这样 那就是法身佛成 那开始 你从音行开始修 功德究竟圆满 那你最少 报身佛成 等等 他这个 就 有这个 次第性 这样 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 纳尔他姐 此节所显成佛之久 唯无限量之久 叫梵网今 其所显量有广 其无量无边 就已经是无量无边了 百千万亿就非常多 纳尔他姐也是无量 总而言之就是 形容他非常广 非常深 非常久 那叫梵网今 梵网今可能有提到佛的受量 我就没有去查 因为上人也没有特别开示 总而言之 你看 一华今是金中之王 教菩萨法 佛所忽念 华今所讲的一定是最终 这个一个真理在这里 大家理解 这个 这样就好 我们来看上人的结语 所显成佛之久 表示成佛就已经是无量级了 很长久 其实佛修行已经成佛了 所成就的决性 当然已经是很久了 这不用讲 那我们来看结语 时间很长就对了 这个长时间 我们要做什么 总是世间苦难偏多 众生发菩萨心修行 在很多众生之中 我们要开始起悲悯性 起悲悯性路人群去度众生 种种的典范 我们要做 种种的善有为法 我们要付出 把握时间做就对了 请大家思思多用心 这一段结语很重要 这无量节的时间 它是不断累积的 那由所有的善行善念 这些菩萨行 不断不断的累积 激功累得 到这个你的福德智慧 都圆满就对了 所以思思不忘 这个心心念念 都在菩萨道中 都在菩提中 就对了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来话 感恩